今年度延政社区春年义麦活动在日前任劳登场 现场提供百分春年及年糕来致政社区会员传递年结祝福 另外义麦所得也将用于社区关台据点的营运之上 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春年义麦跟我们郑重年糕的部分 那也很感谢市政府这边救助科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这几年办下来也真的是大家都很踊跃 那我们就已经讲说前100名就是有年糕还有我们的春年 那其余的没有后面来的就是我们只能限定是会员 也是有给他这个春年的一湖春年 那不够的不好意思我们还是要做义麦活动 那所得我们还是回归在我们延政食堂部分 所以也是很感谢大家踊跃参与 延政社区春年义麦活动登场 也吸引了许多民众前往参与 民众都认为在购买春年为自家增添喜气的同时 还能做公益相当有意义 很荣幸能够前来共享盛举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延政社区 然后阿公阿嬷勘孙儿的春年义麦 那我今天买了五个红包 大概一个20块都是我们社区关怀据点长辈 他们自己画的画 然后有我们的书法老师提制 然后非常的有意义 那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样子有意义的活动 延政社区在过去一年经营成效显著获奖武术 新的一年来临社区也将会持续努力争取更好的表现的同时 也期待营造一个优质的社区环境 招呼民众 新的一年我希望说 我们在未来大家要共同努力 那在去年真的我们成果枫硕 那未来的一年大家也是会共同在努力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在未来能够拿到更多的奖项 医长和尚丰肯定活动活动的用心 也感谢延政社区的用心经营 祝福社区在新的一年能有更好的发展 让地方民众都能够因此受益 记者卢一凯竹山采访报道